给你10万美元在一个空房间里呆7天 没有任何电子设备 吃喝不愁 你能做到吗 有人说只要钱给的到位 呆7天不在话下 实际上一个人呆着最难克服的是心理问题 很有可能会精神失常 看完接下来这个挑战你就明白了 要一个专门的心理医生在外面观察 如果测试中出现精神失常要及时制止 挑战者呆在这个空房间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只有一个笔地本 一个水杯 还有牙刷牙膏香皂 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洗脸池 挑战者只需要待着就行 事实上真到了这种环境简直是度秒如年 第九个小时的时候 他开始数房间里的所有小方块 吃饭靠这条100英尺的传送带 工作人员会在传送带的另一端给他送食物 所有食物都是随机的 由于没有表 房间里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 房间也完全割音 他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动静 所以对于他来说 吃饭是唯一快乐的时光 吃完饭后又开始无所事事 他开始扔餐盘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餐盘是他唯一的玩具 紧接着他会因为无聊而感到焦躁 只能躺在床上睡觉 而这才只是过去了24个小时 房间里的灯常亮着 他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 很快就会出现失眠现象 无聊的他开始尝试着爬墙 这是人类渴望自由的正常反应 实在无聊 就躺在地板上数数 现在才过去了45个小时 他已经感觉到要抓狂 做出很多匪夷所俗的动作 拿脑袋撞墙 大喊大叫 每过一秒都是煎熬 65小时的时候 他开始尝试自己从未做过的事 这次的食物给了他消磨时间的机会 他决定数一数餐盘里到底有多少米饭 但数完之后又陷入到了无尽的空虚之中 第72小时的时候 他把备单拿到了卫生间 搭建了一个比较黑的卧室 这次他整整睡了12个小时 外面的工作人员担心他出问题 在下一餐的食物里 用字母饼干拼写出了一句话 然后大乱搅在一起 虽然拿到食物的他发现了字母 但并没有反映过来这是一条信息 后面越来越难熬 他开始出现头痛和饥饿的反应 医生说这是因为他受到的刺激太少 身体的调节系统出现紊乱 为了让自己不无聊 他开始做各种自娱自乐的活动 看上去有些不太正常 第四天 他有些撑不住了 想放弃这项挑战 他严重低估了这项挑战的难度 开始想身边的每个人 第五天开始 他开始绕着小房间转圈 准备绕一百个圈解解闷 但走了一会儿 头晕放弃了 然后又在两面墙之间来回移动 这个效果比刚刚的要好一些 总算能打发一些时间 后来外面的朋友帮他 用一些空盘子恶搞他 这可能是他近几天最有意思的时刻 但很快又进入了圣人模式 他想象到自己死后 可能就会被关在这样的房间里 甚至有了清晨的念头 现在还有不到20个小时 他可能也意识到了 开始不停的数数 一直数到了5000多 这七天属实不好度过 朋友打开门的一瞬间 他有点犯傻 毕竟七天都没见过活人了 行为也很怪异 没有过多的交流 他独自走开 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外面的景象 只不过外面是晚上 换做是你 给你十万美元 你能挑战成功吗